港鐵公司在去年取得穩健的成績 基本業務利潤上升7.1% 整體經常性利潤到97億港元 近幾年港鐵真正落袋的利潤 可能沒有公佈的那麼多 2017年起港鐵就被稅局追稅 不數在年報裡面 綜合現金流的一個付註披露 原來跟兩鐵合併有關 港鐵指稅局就兩鐵合併相關付款 可不可以扣稅查詢過 之後發出額外評稅通知書 由2011年度開始追 追到2017年 港鐵提出強烈爭議 稅局同意不收住 但要求港鐵買儲稅券 2017年要買18億1600萬 第二年再買4億6200萬 一個香港一個一體化的鐵路網絡 13年前的兩鐵合併 為何會令港鐵被追稅呢 當年合併後 由政府全資擁有的九鐵仍然存在 港鐵當年是以120億買入九鐵物業 和租用九鐵的服務經營權50年 之後每年要付7億5000萬 還有一筆叫做非定額付款 2010年起 西鐵、東鐵和高鐵的收入 都要每年分成給九鐵 這筆錢用不用付稅 可能就是關鍵 根據它出現的時間 我們覺得似乎是和非定額的付款有關的 身檢會計師的陳兆陽說 看金額也吻合 因為由2010至2018年 九年加起來 這些非定額付款 大概119億 以平均稅率16.5%計算 就差不多等於要買入儲稅券的金額 那為什麼稅局隔了這麼多年才追 以一個協議形式去幫九鐵去營運 這個這樣的先例也不多 全世界也不多 差不多1617年才決定要追回頭 這個就比較慢一些 說回不淺 港鐵和稅局還在爭取 港鐵買入儲稅券的錢 不是計入支出 而是當應收賬項那樣入賬 本身是稅務顧問的會計界議員 梁繼昌說無可厚非 如果他拿到的法律意見和稅務意見 根本稅局是無理取鬧的 絕對是 他很大機會是不用給這一筆稅款 暫時不作撥避 最大的爭議點就是大狀貝對這個結果的估計 是不是真的100%他營運呢 假如現在有朝一日他猜錯了的話 對他那個年度的利潤影響就會很大 那這筆潛在稅款對乘客又有什麼影響呢 如果稅局成功追回一筆錢 港鐵利潤跌了 可能連票價優惠都會減少的 因為按分享利潤機制 港鐵基本業務賺到50億以上就要回貴 賺得越多回貴越多 以2019年為例 基本利潤105億 就要拿2億出來和乘客分 假設你22億多的稅款一筆過入帳 利潤跌兩級和乘客分的錢也會少5000萬 就等於你在市民口袋裡拿走5000萬 港鐵利年年加價已經是有點不滿 若果你因為你自己的數 而令到市民的利益受損 將來這20多億要支出的話 港鐵都應該是給一個額外的利潤分享出來 而也不要影響市民的票價回真 港鐵沒有回應 如果不稅真的要比 對利潤影響有多大 稅局說基於稅務條例保密規定 不可以透露個案的任何資料 有線電視記者 邱翠紅 報道 一週掌握有線新聞